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告诉同修 洗澡时水顺的鳞片向下流跑不软 戳不掉 同修回家后又增加了往生咒49遍 就往东方台发邮件 想让师父看图腾 内心着急让他快些好 根据东方台回复的邮件 按指导调整了功课 又加上准提神咒21遍 并许愿念108张小房子 给外孙的要经者每周送5张 念1万遍往生咒 每天49遍 21遍准提神咒 同修先生给外孙放了200多条鱼 慢慢的外孙腿上的症状减轻了 上课时也不玩纸了 且作业速度也快了 1月18日来 来同修家外孙泡脚时 发现灵片没有了 皮肤正常肤色了 他说洗澡时也能脱掉了 也就是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感恩关心菩萨妈妈 还有今天上午 也就是1月25号成绩单下来了 原本语文是70分左右 现在是96分 数学96分 英语100分 还被评为 学雷锋北京市社区文明小识者 一位同修有时让他做环保 捡垃圾 到敬老院包饺子等 外孙各方面都发展了很大 发现很大的变化 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父 很好啊 很好啊 不靠菩萨我们根本没办法活的 明白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